你有想過10秒鐘能夠讓你賺上百或上千萬台幣嗎? 而且還相對的風險很低 聽起來很像天方夜譚對不對? 其實是有可能的 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今天要與你分享這個秘密武器 其實在業界已經有很多人使用 像是用來進行掏馳 又或者是讓自己的抗桿加倍 又甚至能夠無風險的搬磚 那今天會與你分享這個閃電帶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 直接帶出一千萬美金來進行操作 這完全打破舊有金融還需要抵押品的規則 所以說有很多駭客也是利用這種方式來進行資金攻擊 但今天與你分享這個新手友善的直覺操作方式 讓你和駭客做的事情祈苦相當 廢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 走! 首先要與你分享什麼是閃電帶 Flash Loan 我們熟知如果要在傳統銀行體系下進行貸款 都會需要抵押品 像是房子土地這種不動產都是最常見的抵押品 而閃電帶這個方式是不需要抵押品的 也就是說現在傳統金融中是無法實現 但之前有與大家分享抵押比特幣貸款出來美金進行放貸 那這種操作模式會比較像是傳統金融 而閃電帶這個東西就是只有存在去中心化金融DeFi之中 像是去中心化交易所AVE是可以通過存入資金獲得即時的收益 但同時也可以從中貸款出來 而閃電帶的原因為什麼叫做閃電帶 因為它需要在同一個區塊中完成這一些事情 我們用以太坊來舉例就是 我們必須要在同一個區塊 也就是10秒鐘的時間來貸款出來並完成還款 那所有的交易必須要在這10秒鐘內完成 並且還款之前把資金拿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這些操作只能透過智能合約來完成 畢竟你首按每一次交易都會在不同的區塊 那其實這早在2018年的時候閃電帶曾經紅極一時 但也因為接下來進入了一段熊市 大家漸漸的忘了這個超級好用的東西 那還有最主要這個原因是 你就算借到這些錢也不知道拿去做什麼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你如何當這10秒的真男人 在這個時間內人人都可以當大鯨魚 到底擁有了這些資金 你還能夠拿來做什麼 閃電帶款出來的資金通常是有三種方式可以使用 那第一種就是最常見的就是用來搬磚 也是利用利差來進行套利 我舉個例子來說 某代幣可能在uniswap上面100元 但他可能在sushiswap上面只有90元 那麼就能夠利用在sushiswap上面去買代幣後 去uniswap來去賣掉 然後賺取中間的差價 而閃電帶就能夠讓你一下擁有很多資金來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常見的使用方式就是職押物置換 假設今天你的職押物是一顆比特幣 而你已經貸款貸滿了 但你可以利用閃電帶的方式來騰出額外的資金來去做職押物交換 可能你今天賺的以太坊比較多了 就可以去利用這個方式把比特幣的抵押品換成以太坊 而不用去拿出額外的資金 那第三個呢就是用來解槓桿職押物 像是很多做defi的人都會去借款 然後去抵押後再借出來 然後連續套娃讓你的收益暴增 但最後都可能需要解套的時候 會需要額外的資金來進行解套 那這時候閃電帶就能夠完成這個事情 但簡單的講完這個常用的幾個操作方式 今天這部影片的主軸會放在搬磚的操作原理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今天的操作畫面吧 我要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網站 這個叫做Egen Fight 那我們到達這個網站之後我們可以往下拉 然後在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個選項就是Arbitrage 這個就是搬磚 那我們點它進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最近有人透過這個方式在10秒內賺了大概47萬美金 那我們可以點進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做到的 進來之後呢我們直接往下拉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條頁面裡面 完整的操作方式我們可以點選這個Signal Transaction的這個頁面 我們點它 就有一張圖告訴你說它是怎麼做到的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蠻複雜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這裡借了2000多顆以太 從這個Balancer這邊借的 然後也還了這個2000多個以太 那在這10秒鐘它做了這一些事 那中間就是它獲得的這個收益 好當然除了它之外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法 那每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反正呢所有資料我們可以到這個網站去做搜尋 那也可以呢把這個流程圖給下載下來 那每個人的方式也都不一樣 但是有一個共通點就會是 它都是借這個閃電帶出來去操作 那再來我們要去了解一下怎麼快速的去看這個B總的差價 我們可以點選像是Dex Greener 在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左邊有不同的生態鏈 那通常呢我們做搬磚的話很長都會在以太鏈上 因為呢它比較容易出現差價 當然你要去搬可能像BSE鏈的 或者是Polygon鏈的其實也可以 那到達這裡以後我們可以去找一下相似的交易隊 我們舉例來講像這個WETH的USDT交易隊 在UnitSwap V3是1603元 然後在第二版本的是1607元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同一個資產 然後同一個交易隊它就是有些許的差價 那當然像這個差價並不多 但是我們可以去找一下說是有什麼資產 然後它在不同鏈價格差異比較大 當然呢我們也可以利用CoinMarketCap 在這裡我們可以選擇加密貨幣 然後我們選擇類目 在這裡面我們可以選擇我們要去找的鏈 那在這裡呢我們可以找到以太的生態鏈 那我們點進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代幣 那假設呢我們要搬這個Shiba Inu 也就是柴犬幣的時候 我們可以點進來 那在下方的這個頁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有很多交易所都有這個代幣 確實這個代幣也蠻紅的 去點選這個DEX 也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點進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去找到說 它如果是對以太或者是對不同種代幣的話 它的價格落在這邊 像我們可以看到像是 UnitSwap的V2目前是這個價錢 然後V3是這個價錢 啊可能剛剛我把它改成繁體中文這個代幣的價格 直接變成台幣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差價也是有的 但是不明顯 找到我們又要用來搬磚的交易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入下一個環節 也就是利用智能合約來去做這個操作 當然大家一定會怕說 欸我又不會寫智能合約 沒關係今天我們教你的方式特別的簡單 好今天我們要與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叫做Fru Combo的Dapps 那今天我們就快速帶大家去操作一下 這個思路到底是怎麼樣做的 那首先我們就點選這個Create 當然在這之前我們要去連結錢包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用MetaMask的人的話 影片右上角也會放上我們以前所拍的教學 那我們連結完錢包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很簡單 他就只有一個按鈕可以按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選擇不同的鏈 那假設我們就一樣是使用一台鏈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框框裡面按加號 那首先我們第一步要去做閃電借貸的話 我們就需要去借錢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按這個Flash Loan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0.05%的手續費 這個0.05%就是由AV的池所設定的 那當初如果你有去看他白皮書 這個金額也是寫在裡面的 那首先呢我們可以在這裡選擇你要去借的币種 那通常我會建議大家就是使用以太 我們就直接借這個WETH的這個操作 因為我在測試各種搬磚的時候呢 我的經驗是WETH的這個差價會最大 好在這邊呢我們就很快速的就可以打入 我們要借出的金額 假設我們要借出10顆以太 那我們就按SET 那他就會變成上下兩格 那這個就是說 誒我們借了嘛 那我們就說在10秒鐘我們一定得要還回去 那這個後面這個產生了這個0.05% 也就是我們剛剛底下的這個手續費的部分 好我們借了這個要去做什麼 好這就是由你決定 假設呢我們就是要使用柴犬幣的差價來去做搬磚 我們可以看一下在這兩個交易隊 他有一點點些許的差價 0.000691 就代表說這個比較便宜 那我們剛開始就會去V3去把它買入 那回到這邊我們就點選下一個框框 那我們就點選V3 Swap Token 因為我們借的是WETH 那我們就打入WETH 那這裡就打10 然後呢 Output這邊我們就可以選擇 我們要兌換的B種 那我們就是兌換成C 那打好之後呢 我們就按這個SET 那他就會變成一個框框 那這個框框呢 我們要操作的話 我們就把它往前移動 然後再回來做修正 我們把這個10的這個按鈕 把它再按一下習慣性按一下這個 Previous Output 就是前一個的金額 那好了之後我們就按SET 那這就代表的是說 我們在UniSwap的第三代的這裡 我們把這個代幣換成了SHIP 那這時候我們需要在第二代的這裡把它賣掉 那我們就回到這邊 我們可以找UniSwap V2 就第二代的這邊 我們一樣就是要找到我們剛剛所建立的這一個代幣 那這邊第一個我們都可以先隨便亂打 然後在Output這邊 因為我們等一下做完這一筆交易之後 就是要還回去了 所以還回去的話 我們還是要再把它換成以太 好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按SET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往前 那我們一樣再按一次編輯 這個編輯的話 我們就一樣習慣性按這個Previous Output 按SET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思路邏輯很簡單 就是我們去借了這個以太 10顆 那10顆我們在V3的地方 兌換成這一些柴犬幣 然後呢 我們再拿這些柴犬幣 再換成這個包裝後的以太 然後再還回去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裡 就是說 我們要開始這個智能合約之前 我們需要付這一些錢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換回來 結果剩下9.5顆以太 剛剛有說到就是說 這兩個差價如果不高的話 其實你是會賠錢的 因為你做交易是要有手續費的 所以 我們這裡只要跟你講一個思路 就是說 如果這整套完成的話 這裡應該是不需要你 預先有任何資產 反而你還會就 獲得一些額外的資產 那這通常會是在市場行情 比較變動比較大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比較大的差價 我就舉例來講一下 像之前的Pepe的這個幣種 我們可以看到在合約上 會有不同的 像是Uniswap 或者是 可能像SushiSwap的這一種 它的幣值差價非常大 所以通常在搬磚的話 在幣種變動比較大的時候 是比較好搬磚的 但是今天我們拍攝這個影片 我們只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例子 不建議大家直接這樣子去操作 那當然呢 如果你今天看到說 這個是正的 那還有一個東西要去預防 也就是說你怕被夾子機器人夾走的話 我們就直接在左邊這裡 Transaction Protection 我們把它打開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Approve 然後我們的Metamask就會跳出來 如果呢就是這一筆交易是賺錢的話 這裡就會直接跑出來去執行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他在這10秒鐘 他會先去借款 然後去進行操作這個買賣 然後再還回去 那剩下的就會是你的收益 那當然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說 你要在簽這個智能合約之前呢 我們要先去這裡重整一下 他這個價格會變動 就是獲得最新的價格 當然我們剛剛前面也有講到說 我們如果去做閃電借貸的話 通常會有額外的就是功能 像另外兩個我們沒有講到的功能 我們可以到這個首頁這邊 有一個這個Learn 我們點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他有已經把不同的功能已經寫在這邊了 那你看他都已經做好不同的這一種功能 那我們要學習的話我們只要點進去 那至於Flash Loan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裡有一個標籤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看到說 人家都是拿來做什麼 那舉例來講像我們剛剛說的資產置換 他的思路是怎麼樣 我們點進來 就可以看到他的路徑是這樣子做資產置換 那我們可以去學習一下說 這個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 或者是 我們要搬磚這個包裝後的BTC 我們點進來看一下 按GO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思路是怎麼用WBTC來進行搬磚套利 當然以目前狀況來講 你看我剛剛有說 左邊如果要輸入金額的話就代表都是賠錢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一樣就是借款他是借這個包裝後的BTC 那BTC完之後他去賣掉變成RAMBTC在1inch上 然後再從Curve的池子裡面從RAMBTC搬回就是WBTC然後再還回去他的借款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RAMBTC換成這個WBTC是多於5的話 他最後就會剩下錢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可以了解這個思路是這樣子的 今天你學到這個工具之後呢 你只要在極度行情的時候 你要搬磚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5本套利 那先學起來 之後要用的話就會有 風險基本上可以說你就是空手套白狼 也是因為你完全沒有抵押物的狀態去操作這些事情 會損失的可能就僅僅只是交易的手續費而已 那基本上這種操作風險都是相對的較低 但值得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有一些閃電帶的供應商會收取一些手續費 像是有的會收萬分之五或是萬分之三之類的 大家必須要把這個成本算在搬磚的差價之中 並不一定有差價就一定能夠賺錢 要差價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夠去從中套利 而且有人說這樣套利不就是市場的獨流嗎 其實這也是DeFi領域的一個市場平衡價差的機制 反正呢不要拿這個工具去做一些非法的掏匙攻擊就好了 那今天教學是比較偏向初學者而且非常視學化的方式進行操作 當然你也要去額外自己去盯盤嘛 當然後續有打算開一些進階的教學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進階的方式去接收第一手消息的話 影片下方有個Google表單可以去填寫一下 那如果後續教學完成了會先通知大家 當然今天這支影片也算是幫大家打開一些不同的可以操作的方式 最後如果有從這次的實驗中學到任何東西的話也請別吝嗇給我們個讚 並且幫我們與身邊的好朋友分享 那還沒有訂閱庫可實驗室的人也趕快訂閱起來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 對啦要知道最新的消息也別忘了追蹤庫可實驗室的Twitter 還有最近每一週都會在Discord上面辦語音活動 那隨機都會有抽獎主題也很多樣豐富 那有時候會有房地產或投資的一些資訊 當然還有新手教學課程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進入Discord後記得去新人審查大廳那邊提交資料給我們人工審核 才能夠看到群組的全貌喔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掰掰